水滚茶凉 冲番茯凉茶 来个一中两件认真写意 但间间茶楼就算同一款茶 味道都可以很不同 究竟茶叶是哪里来的呢 广州方川茶叶城是全国最大的茶叶批发零售市场 很多都专门批发平价茶叶 5元一斤 成本价都不止了 但一代代标榜来自云南的普利 一样几元一斤由交易 老板还说大把熟客仔 很多台牌档基本上都是用这些 而且茶叶很多拿回去 他还即场冲茶 证明就算是平价茶都够了饰水 不过他就只是冲给我们喝 自己就一口都没喝过 反正我们卖给你们就是喝完 而且还能喝才不是很难拍的 这里有过千间的茶叶专卖店都是做批发生意 我们问过其中不少的店铺 有很多都说他们有卖几元一斤的茶叶 有老板还不怕老实说 说这些平价茶没说话喝 连用来洗碗都不够胆 我们问过酒楼的负责人 他一样都很坦白 有内地记者将三款几元一斤的平价铁冠音和普利 交给专家发炎 从外形很粗糙很疏松 内汁也相继不长很快消失 品质也是滋味 品质滋味比较粗淡 这三种茶应该就是属于这种 我们讲的二手茶或者是在加工的这类 二手茶即是将被弃至冲过的茶叶回收加工再出售 没有厂家 没有品牌 没有检测报告 食用安全和卫生都成问题 广州二手茶市场过去曾经多次被揭发茶封 但仍然继续卖到成行成市 所以我们把卫生过沙巴在一起